我们会有需要将来做完之后 可以把这个表单再做一些按确定的时候 它可以把排序结果帮你存一个档 所以这边的话呢 需要知道说怎么样另存新档 那另存新档的时候呢 特别注意就是说 你要知道谁有能力去另存新档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其实也就是物件的这个观念 当然这个地方是sheets 那sheets的爸爸呢 我讲过了 就是workbook 那workbook的话 它的集合是S 可是它如果是目前正被开启的这个叫active 有active sheet 有active sheet或active sale 也有activeworkbook activeworkbook的话 如果你要另存新档的话 那这边的话有个叫什么 save as 所以你里面的话 那如果你不知道说workbook的话 你可以去查一下 那它的方法一定会有个另存新档 那它的方法名称就是叫做save save是储存嘛 那save as就是另存新档 那再来的话 你就是在后面跟他讲说 你要存哪一种的那个存在哪一个路径 然后也许你可以转换成其他格式 比如说另存新档里面呢 当然还有什么 还有一些其他的选项 这个地方的话呢 你会发现这边有个叫存档类型 也可以去存成不同的档案格式 那当然如果你懂得变通的话 就可以利用这个地方跑个回圈 把里面所有工作表全部批次的变成一个一个的 这个工作簿了 这个后面会再讲 那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再把那个地方做个 这个另存新档的动作 按确定刚刚是帮我排序了 可是再来的话怎么样 要帮我另存新档 那另存新档应该另存到哪里去 这个地方的话我们会需要一个路径 那这个路径的话也许我们是放到桌面上 那这个地方怎么怎么去打这一行程式 其实就是叫active 叫work book 工作簿嘛 点 如果你按下点 它有跳出来 那表示你没打错 但是点下去奇怪没反应 那表示你应该做错了 那你要怎么理解这个东西 其实你就要把work ctrl c 问号有没有 直接把它贴上 搜寻一下 其实这边的话呢 就会可以有一些workbook 那一样我讲过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找到这个workbook 你可以workbook加S好了 这个是集合 物件 一样会有成员嘛 对不对 application application是他的爷爷嘛 或者是workbook的物件 那里面的话呢一定会有什么 他的成员 物件成员 那里面的话呢 他就是能做这些事情 所以以后会问你说 到底那个我不可能能做什么事 反正就这些嘛 你看一下 就大概这些东西 超过这些东西呢 当然也就没办法 那里面的话呢 一定会有一个就是 像什么add 新的一个 或clow open 那如果说你要另存新档的话 这边的话恐怕要用那个active 所以这边的话 你当然可以再去做那个 再去搜寻那个 比如说active 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如果是个别的其他的那个物件的话 我不可 那里面的话你可以再去查一下 那里面的话有个active 假设active 那我不可 搜寻里面呢 会有一个方法 叫做那个点 有个叫safe safe的话 特别注意 safe里面还有分很多种 safe 直接储存 然后safe里面 它也会有一个参数就是说 要不要直接储存 还是说它会跳出一个讯息 然后另外一个safe s safe s你后面必须给它入境 还有safe s 什么呢 xml data 还可以存xml 还可以什么 safe copy s 特别注意 这两个不一样 safe s是另存新档 那另存新档 它会讲 把原来档案 移到你指定那个路径去 那safe copy s的话呢 是 它原来的海站 可能它放在随身碟 那safe s copy s 它就再另存到桌面上 变成有两个档 那这个的话 应该用哪一个比较好呢 应该用safe copy s好像比较好一些些 然后它会问你说 你的档案 入境 那入境的话 你就先打一个双引号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就想去查一下 那怎么查 你可以先到那个 假设我今天桌面的话 桌面上的路径 如果你不知道 可以按右键 先点一下桌面 对不对 那我的习惯是按右键 编辑位置 还没出来 或者是说 点一下 然后 它会有一个 可以直接 显示出 那个 我们的 它就出现位置 或者你可以 干脆点它 它每个复制 复制位置 我试一下 因为这样应该 贴上看看 它什么叫桌面 理论上应该是会有个 什么 disk top 的一个路 那比如说我今天 如果换一个方式 比如说桌面上 随便 假设有一个 一个资料夹 或者你可以先 如果这个 这一招不管用 你可以先 新增一个资料夹 那这个资料夹 这边 那假如说 这个里面是放什么 我们将来的那个 VBA好了 假设这个路 我把它打开 按右键 一样编辑位置 这样就出来了 好像直接点桌面 不行 那没关系 你放一个资料夹 在上面 那也就是我们这样 如果要放在这个资料夹 你就这个路径 如果不是的话 你就选前面这一段 复制一下 OK 我们刚才放这里好了 复制一下 然后把它贴上 然后名称的话 就叫斜线 也许叫什么 叫清单好了 或者直接后面就是 串接 它现在的这个 因为你如果每一次 要写不同的东西 那你干脆 直接end 斜线 串接什么 它现在 在那个CB的test里面的那个文字就好了 因为这样的好处是什么 你写好一个 然后可以把它这样 Ctrl C 然后 Ctrl V 有没有 这样的话 它就是 好像也不能 不能写一个就要 好像还是要全部个别的 好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那特别注意 这个斜线一定要留下来 因为如果这个斜线没留下来的话 它会变成说不是根目录 会变成说它会串成什么 VBA 在桌面上变成多一个VBA清单了 OK 所以这边的话特别注意 那如果你有细节假设说 Save S Ctrl S 不知道怎么用 按一个F1 除了说你可以到问号里面找之外 按一个F1 它也会出现 它这边会相关说明 它告诉你说 这样子 ActiveWorkbook.Save S 然后存在哪里 然后呢 另外 好像就没有了 它只有大概这样 它后面没有说 另存什么档案格式 反正就是这样 除此之外没有了 好 那我们试一下好了 看一下我云端写的东西 基本上应该也是一样的 这个位置 所以特别注意 你这个位置恐怕要改成 跟我的不一样 然后副档名 不过副档名是不是要自己加 等一下试一下好了 OK 这个地方我是 之前是直接就给它副档名 但是如果不加的话 它会自己帮我加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试一下 比较比较 那直接 有没有要放这里 那直接执行 假设是笔画好了 按确定 好 排完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 它 我有设个中段点 它应该会跑 那可能是 我是不是开到另外一个 因为我有两个档 应该是 这个下面这个 没有中段点怎么样 设在这边 结果我确点了笔画 OK 那应该已经输出 我看一下是不是已经输出 我们的那个 最后的结果 VBA里面 有没有这个笔画 有了 可是出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没有 什么 负档名 所以如果你要加的话 你可以点 那因为我们这个里面有那个VBA 所以是 X L S 什么 M 但是你不可能说每一次 输出之后 再来改一下吧 这是不合理 所以怎么办呢 没关系 你可以在这个程式里面 再把它end end什么 它的负档名 它的负档名就是 end然后双引号 dm X LSM 就串在后面 这样OK 然后一样 可能要再一次 把这个 复制 好 那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再试一下 scopy S 我原来已经有的话 怎么办 反正假设 假设我们这个 OK 好 執行 如果是清单 确定 它会帮我存出去的 另存的 OK 有没有清单就出来了 就这样子啦 但是如果 已经存在的话 会怎么样呢 它应该是不是再产生一次呢 这个可能要再 反正这个东西 自己再去防待 按确定 那如果再一次 它会不会 没有耶 它好像顶多是把它盖掉而已 所以save copy S 如果是笔画 因为已经有一个了 它跑完之后 立成 看一下 对耶 它没有 它不会 它很聪明 它不需要自己再删除 它会自己把 旧的盖 盖掉了 OK 也不会提示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现在还蛮好用的 以后输出 当然如果你以后要批次输出 各位 也可以啊 那自己再想 然后自己再跑一下 跑完之后自己输出 跑完之后 就五个全部都有了 可是后面呢 如果说你希望怎么样 把这个档案 在Outlook 直接帮你寄出去的话 那其实这个是 之前同学的问题 他提了 然后后来呢 我跟大家讲说 可以Outlook找一下 呼叫的方法 然后他也试了 OK了 结果他就回馈给我 他就是把它 OK的那个程式码 再转寄给我了 那我就把它再整理一下 放在云端上面 其实 这一段是刚刚我们改的 这个其实 这个可能要 差不多 只是这个地方 可能不一样 自己再稍微动一下 那我原来是把它写成 固定的 这个可能要自己改 等一下我再重贴好了 底下会有一个什么 用Outlook邮寄出去 这一段 它是一个 用 到时候可以 跟它两个合并在一起 那怎么做 等一下跟各位讲一下 它这个原理很简单 Create object 这个关键字就是 可以把那个 外部的 只要是物件 别的 比如说应用程式 当然一般是 如果是微软的 应该都没问题 把它变成一个物件 这个物件有点像背后执行 你看不到它执行 但是它是真的在记忆体里面 被执行起来 只是没有画面而已 然后做什么呢 叫出来之后 可能你Outlook起来了 那你如果要记信 会怎么记 一定会先新邮件 然后再放什么 它的email信箱 主旨 内文 跟它的附加档案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它会产生一个 一个物件 叫 这个 这个我们自己取的 Set它 去开启 那个Outlook的元件 然后做什么呢 利用它 去Create Item 0 因为编号 新邮件 第一封 一定是编号 从0开始 所以Create Item是 有点像 按一个新邮件 它就会 创一个新的邮件 然后呢 并且丢到前面 这个是一个物件 的变数 物件变数 叫 Outmail 然后呢 Wiz开头的 反正以后都一样 Wiz开头的意思就是说 底下的这个地方都是 Outmail点 Outmail点 有没有 如果都一样 干脆就Wiz头 Wiz尾 底下的话就可以不用说 再加一个Outmail了 以后反正点开头就可以 To是寄给谁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在U2 有放个email信箱 在假班这个工作室里面 有放email信箱 然后CC这个BC没有的话空下来 竹子寄给假班 Body里面放一个 就是内文 然后附加档 就这个路径 所以这个路径的话 可能要改一下 改成别的地方 然后最后的话呢 再点Display 这个Display是不是要显示出来 这个我不确定 如果不用显示的话 这一行可能不用执行 好 那最后跑完 它就会帮我怎么样 把邮件给寄出去了 这个怎么做 等下再来看 请各位先试试看 利用那个 叫Active Workbook 点Save As SaveCopy As 给它画面先画给各位 这一招还蛮管用的 以后的话 你只要 要另存一个新的档案的话 记得是Save Copy As 不要Save As Save As 它是把你原来的档 移到桌面上 旧的那个 原来那个就不见了 Save Copy As 原来的还在 可是呢 会帮你另外再存一个档 放在桌面上 但是呢 它不会帮你加副档名 所以必须你要自己加副档名 OK 那等一下我会把这个call到那个 我们云端上 结果 这个档案 直接帮我寄出的话 那我就直接在这边 把刚刚的那个油漆 用奥陆的油漆放在这边 那这边注意 Create Object 这个其实还蛮好用的 前面好像有用过这个东西 不知道跟没有印象 在那个资料库 有没有 ADO那个部分 有没有 那个 有一个叫Create ADO的那个 它的那个物件的 有没有 那也就是说本来 以Save VBA不能够去直接存取 assess资料库 但是为什么并可以 因为我有点像外挂 把ADO 外挂到VBA里面来 它就具备有存取资料库 同样道理 如果你以后要寄信 你也可以把Outlook外挂进来 同理 如果以后你要Outlook Word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你要不要外挂那个PowerPoint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也就是如果 甚至说你们将来像那个 有外部的机器啊 它外部机器的控制 它也有些也会 已经写好了相关的物件 那它那个 厂商都会写好那个物件 给 给你们 如果你有这种 那它你就直接 懂得呼叫它 它会给Sample Code 呼叫你也可以去从那个 仪器里面 取得相关数据 做法都是一样的 那后面的话就是 新增一个邮件 变成一个Outlook Mail 然后这边底下都一样 不过呢 我们会需要什么 在那个 to这个地方 我是指向 就是那个什么 假班里面的 U 不过你们 因为这里面现在 目前大概没有了 也许你可以放在O 放在哪里 反正这边的话就是 一排的那个Email信箱 假设是O好了 那这个地方 位置请各位 自己再去增加 因为这个部分的话 可能要去再 再找一下那个Email 反正就是一个地方有Email 那你去抓到这个Email 假如说我是放这个 放我的Email信箱 假设这样 那我要寄给我自己的话 那我是放在这里 OK 那O1 或者干脆放在这边 放在O2 那这边的话就Email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 去抓这个O2 那将来的话你程式就是直接 这个地方就是O2 OK 那就是抓到寄给我自己 然后呢 里面的subject 这个是什么东西 也许是 那将来这个路径的话 我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比如说这个地方是一个路径 我用一个参数 然后它是一个SStream 后面的话 那你就细心一点SStream 它是一个字串 然后你就把这个参数 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里 再把它盖过 那Add 所以你将来呼叫它的话 必须传一个路径给它 那我们就是Call 就是在这边下面 再多一行 Call 然后路径的话 刮糊 就是上面这个 这一串 所以把这一串 有没有 复制一下 丢到这边来 这样子 OK 其他都一样 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把 这个档案的路径 因为你已经存好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再丢过来 它就会抓到 就会Email我 给我自己 就会收到这一封信了 不过请特别注意 因为我们这边的Outlook 里面还没设定好 所以你们等下RUN的话 应该会失败 那怎么办呢 我不确定 因为你们自己 电脑里面 如果有的话 回家可以试试看 因为这个东西的话 不是每个人都有设定 所以我大概 应该RUN是不会有问题 只是说可能 如果你们有需要用到的话 你再去测试一下 如果有问题的话 可以再回报一下 我想理论上 应该没问题 因为这个是同学 他好像在 不知道哪一个半导体厂的 那个 那个 他里面有用过 我想应该没什么问题 好 那这样的话 就完成 我们这个地方 不过 最后当然你看到这个地方 有重复的 你就会很熟痒 会想知道 把它怎么样 感觉好像这些都一样 那怎么办呢 如果都一样 你打布会怎么样 给它加一个 那个 什么呢 变数 以后的话 如果都一样 好不如你就把它 移到这边 然后以后的话 用什么 用PASS来代替好了 然后这边的话 也是一个PASS 应该知道我的意思吧 这边的话 以后的话 就通通就是叫PASS了 OK 这样的话 就完成了 以后这个PASS 指的就是这个东西 然后呢 它就会存取这个 存取这个 这样底下全部改完 感觉就更清爽了 OK 其他的话 我想各位试试看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主要就是利用这个范例 了解那个 SHITS的 像一些其他的成员 它包含幕府 包含就是说 后续 可以让他做一些排序动作 并且把它邮寄 邮寄里面的话呢 又用到一个叫 Active World Book 另外的话 还有利用那个 Create Object 去把Outlook的 这个Application 挂进来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 那下个礼拜的话呢 后面我们还有 比如说 关于那个工作表里面的 其他的成员 那或许 也还会用到那个 Wordbook的其他成员 所以 我建议各位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话 可以把那个说明档里面 叫出来 贴上那个物件名称 去了解它的物件 的那个成员 然后 坊间也有一些书籍 我觉得也是个参考的 像一些奇标 那个编的那个 VBA词典 我觉得编的也还不错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 也可以把它拿来看看 那或许你会发现 慢慢你 写的程式越多 你或许将来 这个 看懂的东西 当然也就越多了 那再来的话 也许Google 网络上Google一下 相关的东西 也可以了解一下 那再来就是去 一定要花时间实做 那这些东西的话 通通都在云端上可以看到 那凡走过 必留下痕迹 所以 如果有问题 那也欢迎各位 可以在上面直接 发问题 或者在那个 YouTube 甚至你在我的那个什么 Google Plus 等等的 其实都可以找到 跟我联系的一种方式 然后 有问题的话 再把问题给提出来 这样的话我想 学习上面就更全面了 那这样的话 你在工作上面的自动化 我想 也会更得心 慢慢的话 可以培养你这个 他能把你这个VBA的部分 培养成一个专场 一个技能 目前因为大数据 这个议题 非常夯 所以其实也非常需要 大数据的应用的相关人才 那你要大数据处理 最简便的方式 我想 应该VBA 我想应该是一个 目前最好的选项 所以如果你要处理一些 大数 大量的数据 或者是一些不确定 格式的数据的话 可以把这部分 这个应用上去 OK 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